嗨大家好,我是迷雪 大家平常會不會擦指甲油呢? 我很愛買指甲油,也很愛擦,但是我討厭卸指甲油 所以現在都不太擦,為了不想卸 但是呢,除了擦一個顏色之外 你知不知道有其他非常好用的小妙招可以很簡單的在指甲上面做出漸層色 或者是有花紋的圖案呢? 今天我們找了四個跟指甲油有關的小秘訣 要來實測看看這些方式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好用 這是我今天帶來的指甲油 這罐是在公司找到的 這是我的大概一半左右指甲油 那我們今天要測試的第一個小秘訣是 讓你的指甲油不要塗到手指外面 應該大家很常會有這個困擾,我也是 常常在塗指甲油的時候不小心就會塗到外面 然後這樣看起來就會非常的生氣 然後還要想辦法把它洗掉 又不破壞掉原本已經塗好指甲油,真的很煩 那這個小秘訣跟我們說的 你知道,麻煩是你塗在指圓的周遭 這樣子呢就算你塗出去 它也可以很輕鬆的去除掉 那這個呢我們想說 凡士林跟護唇膏是同一個成分的東西 所以用護唇膏來代替應該也可以成功 那我們就大膽來做做看 找了一條快用完的護唇膏 我們現在在周遭塗上了滿滿的 滿滿的護唇膏 那現在就來打一個顏色比較深的好了 這個 可是我塗指甲油技術很好 那我反正會塗到外面怎麼辦 那我們隨便亂塗 很多都塗到外面去的時候怎麼辦呢 沒關係,有我們剛剛先插上去的護唇膏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拿著 拿一根海綿棒 這樣子把它 這滿有效的耶 這樣子把它推掉 但是我們凡士林 塗在上面其實有點麻煩 因為第一個 就是你塗的時候很可能 不小心就塗到指甲上了 那你塗到指甲上 你的指甲油就沒有辦法上到你的指甲上面 所以這一點會比較麻煩 所以呢 這個小妙招 我給它分數是3分 因為呢 只要你可以好好的 就是順順的刷好你的指甲油的話 你就完全不需要這個 這個小秘訣 因為它完全不會發揮什麼作用 因為正常人不會塗到這麼出去啊 它只會超出指援一點點 那超出指援一點點的話 其實用凡士林這個方法 沒有那麼的有效 結案 普通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個小秘訣 是利用 本撲或者是你家裡有一些海綿 應該都可以 利用海綿呢 來印出 就是漸層的效果 這個我看過很多次 但我一直很想要實際試試看 所以今天就來了 這兩個好了 劉伊斯的印原色 還蠻像的 我們來試試看 轉音上去 效果會不會不太一樣 很有顏色耶 好像不是這樣用嗎 欸?奇怪 還是不能用粉撲 那我們拿這個試試看 有可能選錯材料 所以我們現在換一塊海綿 重新開始一次 我們還是失敗 這應該是我的問題吧 這應該是我的問題 好的 我再次的研究了一下 發現呢 他們說就是指甲底部要先上一層底色 那我們先來 上一層底色 等一下喔 但是我們先上一層透明指甲油試試看 會不會看起來好一點 它現在看起來非常的斑魄 好的 我們發生一件慘案 就是我指甲還沒有乾 我就想要上一層指甲油 然後它就被染色了 很醜 對我知道 聽到了廣大的聲音說很醜 等一下我覺得呢 可能是我們顏色選擇上 有點太具有挑戰性了 我們找一點比較沒有那麼挑戰性的顏色 我們剛剛關機測試了一下 成功了 終於成功可以來教學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從頭到尾教一次大家要怎麼做 那第一個步驟呢 要運用到我們第一個小沛波 就是使用凡士林塗在指甲周圍 這個步驟呢 可以讓你之後的整理 清潔時間變少 如果不小心塗到指甲上的部分的話 就拿 另外一頭把它擦掉吧 那我們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要塗上一個底色 可以塗白色 或者是你要 暈染的顏色裡面中 比較淺的顏色 好 這樣我們其他三隻手指頭的 粉紅色都塗好了 我們進行暈染的步驟之前呢 要先等這個粉紅色乾 等指甲油乾呢 有一個小妙招 我就會去沖冷水 就這樣這樣泡進去 然後過一陣子呢 它就會乾 它會乾得比較快 就稍微 稍微泡一陣子 泡完水拿起來之後呢 絕對不可以拿毛巾來擦手 因為它可能只有表層乾 還沒有完全乾 如果你用毛巾擦手的話 你的指甲油就毀了 所以要用甩的 好 那現在差不多乾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製作我們的 漸層色 一樣拿起一塊 任何海綿 你喜歡海綿就可以 然後一樣刷上兩色 這刷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小心的 輕巧的 這樣給它 按上去 然後如果覺得指甲油乾了的話 就趕快去補幾 再多塗幾次 但是我們這個海綿不太吸水 所以可以再繼續用 那我們沾完海綿看起來像是這樣 然後可以看其他三次手指頭 因為海綿的大小 不是你指甲的大小 所以它會凸出去 到你手指的其他地方 這時候就 我們剛剛塗的凡士林就派上用場了 現在趕快把它抹掉之後 你手指周到就會是乾淨的了 這張我今天真的是覺得很好用耶 前面想給它看嗎 對我發現它 對不起 對不起 多餘的指甲油用掉之後 看起來會像這樣子 一樣要等它表面乾 然後表面乾了之後呢 再擦上一層透明的指甲油 它應該就會看起來很好看 我現在塗上一層透明指甲油 有嗎 有嗎 那這樣看起來就會是好看的漸層色了 遠看效果真的蠻不錯的 但是近看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拿的是洗完的海綿 所以它孔洞比較大 但基本上我覺得 我覺得在家裡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非常的 不錯 但是準備上比較麻煩 所以我給它五分 大家女子力又上升了一點點 好辛苦喔 女生怎麼這麼辛苦 然後下一個呢 它是一個不規則的圖案 然後一樣呢 是需要兩色以上的指甲油 然後把指甲油滴在水裡面 然後呢 等它稍微凝固之後 你再用你的手指去沾它 這樣它就會形成一個很好看的指甲油在你的手上 我們就要來試試看囉 欸 我剛剛傻眼 我剛剛第一滴的時候 它沉下去了耶 欸 我是不是要很快速啊 它會化開耶 怎麼辦 看得到它嗎 這個方式非常的消耗指甲油 如果大家指甲油太多的話 可以這樣玩一下喔 加紅色 對 紅色 你在 你在 那我們就拿一個尖銳的物品呢 這樣子 給它做一點造型 不要動太多好了 我覺得很困難 然後呢 這樣子我們就要讓我們食指進去 把這個圖案撈上來 哇 好 我看能不能撈第二次 這樣要怎麼解決啊 等一下我第一次這麼茫然耶 這個方式呢 其實你不用上底層指甲油 也可以 只要你指甲油在桌上 在那個碗裡面灑的夠多 它是可以上色上去的 但是呢 它有一個非常致命的缺點 就是你上上去的時候 是你整隻手指一起上色 那後面這件東西我該怎麼辦 然後它乾得蠻快的 因為它一開始就掀在水上 但是這個樣子好看嗎 遠看的話 指指好像蠻有設計感 好像蠻有藝術感的齁 但是 這個好像呢 你設計一個圖案 它只能用一次 因為你拉完之後上來 它那個圖案就會整個毀掉 其他隻手指呢 就不能用同一個 看起來會非常的奇怪 不知道在幹嘛 大家我們現在是不是非常困擾 其他隻手指頭很醜 想要把它卸掉 可是我兩隻手指頭都是指甲油 這時候如果我再去拿去光水的話 我之前用好的指甲一定會毀掉 大家應該都有這樣子的經驗 但是我們今天還有找到一個 很方便的卸除指甲油方法 就是一個自製卸指甲油肌 這種方式呢 要的東西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 你要有一個有蓋子的小容器 我們今天是示範 所以我們拿一個透明的容器 讓大家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然後呢另外要準備一塊海綿 最好是大一點可以塞滿在你的容器裡面的 先把海綿剪成容易塞進去的大小 那我們海綿剪成 合適的大小之後呢 就把它塞進你的容器裡 這件工作可以在 就是還沒有塗指甲油的時候做 對 對不起 我白吃 大概是這樣 塞進去之後呢 加入我們的去光水 就是豪邁的倒進去 當作去光水不要剪的方式一樣倒進去 讓你的海綿浸滿我們的去光水 然後呢現在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你想要卸的那隻手指頭 把它沾進去之後 轉一轉 這個指甲油就會被卸掉了 聽起來非常生氣 所以我要來試試看 像這樣進去轉一轉之後 上面會有顏色 你的指甲油就被卸得非常乾淨了 這招還不錯 只是非常浪費去光水 對 而且步驟能重複用幾次耶 如果裡面去光水髒掉的話 該怎麼辦 那我們其他隻指甲就這樣乾淨了 還蠻不錯的 只是這一邊我們可能就要慢慢的卸它 或者是洗澡的時候 慢慢的把其他地方洗掉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四個關於指甲油的小秘訣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那最後我來重新給這四個方法打個分數 第一個 使用凡士林在指緣的這個方法呢 我給它六分 因為它雖然有點小麻煩 但是如果你要做特殊造型的時候 它真的是蠻好的幫手的 第二個是如果 要做這個漸層的方法的話呢 這個方法我給它的分數是 五分 因為麻煩程度來說雖然真的麻煩 可是它做起來的成就感還是蠻大的 所以看你的取向是 你是不怕麻煩也要做的話 這個比較推薦給你 接下來第三個這個集合圖形的方式呢 我給它的分數是 大概3.5分 就表示我不太會再去做這個 因為真的是 太浪費指甲油 然後又會把指甲油沾到手指的很多地方 我不確定指甲油成分能不能這樣 這樣碰在皮膚上 好像不太好 那最後一個這個 可以單手卸除指甲油的小工具 這個我給它7分 因為真的蠻方便的 只是消耗去光水的量很大 你需要很好的保存方式 不然它一下就會沒了就會很浪費 你可能只能用一兩次 但是它真的剛剛 我們剛剛證實 它只要單手就能卸除 所以它是有用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跟開啟小鈴鐺喔 有什麼想說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